英国女王任命特拉斯女士 为英国新首相 从特拉斯竞选期间的言论看 她对中共是强硬的 请七哥谈谈她的就任 对全球的遏制中共 尤其是制裁香港有什么影响 谢谢 这问题太好了 全球关注 但是全球关注人对这个女士 真正了解的人可能并不太多 这位女士是一个英国 我觉得可能有史以来 丘吉尔近代的沙切尔夫人 又出来的一个最最 对英国具有革命性的一个首相 大家都讲她 关于强大的欧洲 就是英国的强大 包括能源战略 包括坚决 不允许俄国的独裁到英国来 不能和俄国独裁合作 跟独裁合作 就是跟罪恶合作 等等 特别是中共 说中共就是流氓 就是第一号敌人 包括对香港 它还是非常看好 等等 关键它是亲美派 百分之百的亲美派 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是不了解 它很多 另外的两方面 第一个 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骨子里边 它是一个亲美的 绝对亲美派 曾经有人也说它是种族歧视 说这个歧视 亚裔和非裔 实际上我觉得不是的 它是一个英国很保守的 非常非常保守的 而且是有着极强的 大英帝国主义 在内心世界 表面上政治行为 还都是一个非常非常 追求民主法治的这么一个人 他认为英国的最大的两个武器 一个是英国的制度 一个是英国的整个英语系的文化 他认为他的文化价值非常之大 所以他跟美国 欧洲 包括像日本 这样G7国家 他会展开一系列的合作 他对德国不见得多友好 法国也不会多友好 但是呢 他对中国的问题上 没那么简单 对香港的问题 也没那么简单 我觉得他对中共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会让这个 很有可能 会让中共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共产党在这块占不到便宜 但是呢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位女士是一个政治现实派 政治现实派 就是 非常懂得政治的妥协啊 政治的运作呀 所以说你看他很多年就想当首相了 而且不是今天 最后是他跟你看 Paulson 所有的几个党派 就是保守党里面几个派 最后都达成共识 他跟罗斯查尔德关系非常好 罗斯查尔德关系非常好 对香港非常棒 这是香港的大利好消息 而且他会在香港这一系列的问题 一系列的政策 他会对香港 乌克兰 这两个地方 绝对穷尽一切的 总体来讲 对爆料革命 对香港是大好事 但是整个英国 有这么一个强势的 强势的这个女首相出来以后 对欧洲的整个战略布局 是一个彻底的改变 虽然他不是欧洲的脱欧了 但是他的影响会巨大 他的上台 基本上会给铺平了 未来的Nagel For Us Nagel For Us 这个未来能当首相的路 基本铺平 就是他们都属于保守中的极端保守 他是中间保守派 然后下一个就是极端保守派 看来英国在未来的N年里边 应该是以极端保守派为主 英国会通货膨胀 然后呢会整个的货币会贬值 然后英国会大肆的借贷 然后英国会在这个全球 全球和美国全面合作 所以说这个感觉啊 我觉得这对咱们灭共是大好事 但是呢我觉得 利斯呢 就是咱们叫埃斯拉 咱们叫埃斯拉 利斯 这个女士呢 是个极为 极为 稳重 可信赖的政客 这个人不是一般的 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是道德很高的 但她不是神 她是人 她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很高很高 这位女士的政治前途无量 相信在新中国联邦这个事上 她会强烈支持 没有什么预求 这是她的性感觉 表现对最高的 这更是不过 牺烈计划 希望她是个人 遍